韩国媒体报道 打了公司,9月13日,韩国娱乐公司Q发表官方声明,表示因为信任原因,将辞退金炫耀和金小忠两人。金炫耀和金小忠两位当事人对公司辞退他们的决定毫不知情,还是在看到新闻之后才知道的。 辞退金炫耀和金小忠的新闻出来后,Q娱乐公司的股价出现暴跌,最大幅度一度达到了9.76%,金炫耀是Q娱乐公司的招牌艺人,也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。 辞退金炫耀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,随后Q娱乐公司高层叫开紧急会议,表示,关于金炫耀和金小忠辞退一事还在讨论中,并未确定,辞退之后因为看到股票大跌而表示还未确定,Q娱乐公司遭到韩国网友们的一致唏嘘,之后Q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再反转,表示确定辞退金炫耀和金小忠两人。 可到了第二天,Q娱乐公司又表示辞退还未确定,这由于当事人的意见也很重要,因此将采纳多方意见进行慎重决定,辞退事件或许半个多月。 金炫耀正在和Q方面办理解决手续,相关人士表示,金炫耀由于Q大方面宣布辞退而产生的矛盾无法调和,最终决定结束专属合约。 金炫耀在组合4minute中是唯一和Q娱乐续约的,作为Q娱乐的招牌歌手,一直在为公司效力,但公司再没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就大方面辞退他。 即使公司高层管理者之间对辞退炫耀这件事尚有意见分析,但不可否认的是炫耀在公司辞退他这件事中受到了伤害,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勉强,事实上已经是解除合约的氛围了。 加之合约期限也差不多到了,于是便自然整理和公司之间的合约,而Q娱乐公司方面则是因为金炫耀在为和公司商量就曝光练情,使得公司管理层和炫耀之间的信任产生缝隙,表示很难的与炫耀进行调和,目前炫耀和Q娱乐在整理给炫耀接近来的广告取约爱和解算部分等,从练情公开。 到辞退事件在到最终确定,一起离开Q娱乐公司,金炫耀和金小忠这对情侣也是经历了不少,虽然很惋惜,但还是表示祝福,希望两人日后能好好的。 另外,金炫耀和金小忠最后的去向还未确定,之前传出的金炫耀将签约爱偶然给娱乐公司只是以否认,希望金炫耀和金小忠日后能找到一家比较好的经济公司,好好发展吧。 祝好,草莓,原本到此,各自单好,文字,草莓图片出字,网络。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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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